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我叫Yolanda 我朋友會叫Yu 就是中文大學藝術系 MASTER畢業2006年的時候的事 畢業後,也有繼續畫畫 主要是畫油畫 後來就開始用一些混合媒體 我主題一定會是畫少女 這是我保持了自己有興趣畫的主題 但手法會很不同 我很喜歡研究技法 我對技法的興趣比表達訊息更多 他最重要是畫面可以表達的東西 如果只靠用口說出故事 那些是哲學,我覺得不屬於視覺藝術 像這張,我如何混合物料 譬如有油彩在人身體的部分 然後有純畫布,上面加純粒 純粒是純粒,全是學生練習布 之後再鋪一層赤柱沙灘的普通顏色的紗 然後還有一些黑色的紗 就是在澳門的黑沙環找的 那些黑黑的紗 之後又會再刮少許厚薄 譬如像這個人的手在沙灘擦過 有一個痕跡 再好像有一點海水或霧的感覺 又用一些graffitti的噴漆 來噴一噴白色 很多不同的物料加起來 就能做到一個有趣的效果 我自己覺得好過純粒是用顏色來做深淺軟近 而是真的有一個物料的厚薄在裏面 我今次的畫的模特兒都是Google回來的 因為我覺得很有趣的是現在的網絡 人人都會在網絡上找圖片 而有甚麼圖片在上面呢 那些圖片是多到或是他們的色情程度 這些全部都不是十八按而可以找得到的圖片 這一張比較不同的 他用了家裡的屋子的屋子 有耳拉毛磁漆在裏面 磁漆的特性是收縮擴張 會有一些很難預計的位置 會收縮到有些紋 但比較好玩的就是這些位置 可能我倒少許白色在底下 然後多一些黑色 攪兩攪就有少許黑白模糊的位置 即是不能夠完全掌控的東西 即是在一些比較寫實的東西裡 融合在一起是一個有趣的技法 我每一次都會用很長時間來計劃 計劃可能比我真的要執行更長 那就是我希望執行的時候 是我計劃到的預期裡面的東西 這一個就會是我預期到的東西 在我心目中就為之畫得好 有些其實不是我預期到的東西 但最後就唯有好像問題解決 我去一張用視覺元素來看是好的畫 如果在這麼多張畫裡面來說 我自己最喜歡的是這一張 而且我喜歡的人 其實眼睛不要看著我 這個很重要的 其實他的眼睛看不看 即是在人像畫裡面 他的眼睛看不看著那個觀眾 會很影響那個觀眾的感受 如果他眼睛看你 你會覺得他好像… 要是他的眼神就要比較有滑色 要不然你會覺得他好像很嚴厲 就是這樣對著你 你不是很敢看他 但你這個好像… 哇…任由你看 他都塞了臉 我自己覺得這一張是我最喜歡的 這個展覽的題目叫做 Take Me Home 就是…好像是一些女生跟你說的一個訊息 我自己也當然是雙重訊息 希望有人買光他們回家 小雙重訊息 或是杜生 生長迪 哲 Synapse 平衡 中國人 每三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